我們想要計算BMI 這個BMI其實是從Google上面找到的 如果要計算 那當然這個標準 其實你們也可以查一下 它的那個公式其實也蠻好理解的 它的公式其實就是 你如果Google查一下計算BMI 這邊就有BMI值的計算器 它的規則的話就是什麼 BMI等於它的體重除以它的身高的平方 所以我們會需要兩個條件 一個條件的話就是它的體重 一個條件它的身高 所以我們這個時候當然需要兩個變數 一個變數的話是取它的身高 一個取它的體重 但是身高有一個比較特別要注意的地方 就是它一定是公尺 那我們習慣上就是 輸入的話一定是公分吧 我們這邊的習慣 但對岸可能用米 那這就不需要 所以如果這個地方的話 要寫一個類似相當的程式 該怎麼做 所以第一個 我們先把BMI計算完 OK 所以第一個step 第二個step 因為你的BMI 到底數字象徵什麼意思 它有分等有沒有 如果小於18.5的話 那它就是過輕嘛 然後如果正常應該是這個range 18.5到24 那沒有等於 24以下 然後是算正常 那異常範圍的話 還分 哇 這麼多 所以其實 剛剛我們有四個label 這個的話有六個label 六個等 所以呢 要怎麼樣 把評語也加進去 所以我們最後會需要兩個東西 一個是BMI的計算結果 比較簡單 就是套公式 第二的話 就是再把BMI的結果 再做邏輯判斷 所以應該可以分兩個step完成 所以第一個step 我們來看一下 那第一個的話 如果要做這一段程式 其實非常簡單 就是先輸入兩個 所以這邊我們來弄一下 那一樣呢 我們開一個新的文件 OK 所以以後的話 你要寫一個Python程式很簡單 按一下新增文件 很簡單 跟WordExcel Powerpoint那個一樣 然後呢 把程式輸入上去 那你要放大一定要Ctrl++ 這樣蠻方便的 然後呢 再來把計算結果給輸出 好 輸出結果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地方呢 如果我要把這個程式給寫出來的話 那一樣 第一個 就是產生兩個變數 一個變數的話呢 我叫H H的話呢 就是升高 然後一樣用Input Float 請輸入升高 那因為呢 升高的部分 可能會有小數點 也可能沒有小數點 OK 所以如果有可能有小數點的話 你可以用Float OK 這邊外面加一個Float 因為有人很在乎那個點擊 OK 那如果你輸入有點擊的話 那當然就會有小數點 可是 跟各位講 如果除了Float之外 另外還有一個函數 也就是說 如果不管它有沒有小數點 因為像Float 如果是整數它會變點00 它後面會幫你加小數點 所以如果你假設 就是不管是整數或者浮點 它會自動辨識的話 有另外一個函數叫EVL 這個函數的話 它好處就是 它不管是輸入整數 或者輸入浮點 一律都幫你把它轉換成數字格式 所以這個變成比較推薦 因為如果你用Int 它一定要是整數資料 那你如果是Float 一定要是小數點資料 可是如果假設你不確定說 到底它是整數 或者是小數點 那你其實可以用EVO EV 其實或者像EVALUE 其實很多 很多語言都有 Excel裡面也有 Excel裡面就VALUE 就是轉換資料的 OK 請輸入升高 那升高的部分比較特殊 因為它是米 所以我直接先在這邊除100 那你說老師 那我可不可以在下面的地方除100 也可以啦 你除100的位置 你可以在變數後面直接除完之後的結果 或者是說 你也可以直接把這個除 放在這邊做計算也可以啦 只是說我覺得 好像在這邊先除完 再來計算 好像公式會比較簡短一點 OK 然後BMI的結果就是什麼 升高的平方 所以喔 把體重除以升高的平方 OK 那當然呢 有些人會在這邊加一個瓜糊 有沒有 先把它升高的平方有沒有 先計算完之後再除 那其實結果是一樣的啦 所以你要不要瓜糊 我覺得應該是兩可啦 OK 因為計算結果是一樣的 所以你不加瓜糊跟你加瓜糊 其實結果都可以 OK 那當你加了瓜糊 你就比較能夠凸顯 先做這個式 再做那個式 如果是加減 如果是加減 那就會有差 可是乘除沒差 OK 那最後我們可以得到結果 就是BMI的值 執行一下 OK 所以這個身高 身高的話 比如說是180 OK 然後它體重講是80 ENTER 然後體重 這個時候呢 會出現是24.6913 一大堆 小數點太多了 那當然因為計算出來 小數點太多 所以如果你要取到 小數點第二位的話 有沒有 因為我今天不要那麼多 我要取到24.69的話 那這個時候該怎麼做呢 其實在ESEL裡面 應該大家會幾個方法 要不就是什麼 最簡單方法 用那個格式有沒有 格式不是 就是有沒有那個 小數點位數按幾下 它就會得到幾下 最簡單 或者是說 用RUN的函數 有沒有 RUND 其實在Python裡面 也有RUN的函數 也一樣可以用RUN的函數 其實用格式 不影響裡面的資料 但是用RUN的 它是真的幫你適捨五路了 所以這一題 一般習慣 比較常用的還是格式化 所以待會的話 有一個很重要的函數 叫Format 在Python裡面 用到的機會是蠻大的 因為後面蠻多 只要跟格式化有關的 都會用到那個函數 叫Format 其實那個Format函數 可能要用的話 有點複雜 所以如果假設 你們可以看到 我剛剛輸入結果 它會得到是 24.691358 一堆 如果我們有個需求 我希望取到 小數點的第二位 那其實跟各位講 方法太多了 你Google查一下 你會發現 Python格式 很多方法 但哪一個比較好 OK 這個是比較重要 像我比較推薦用Format 那當然在坊間書籍 它會用那個 像那個Java跟C++ 用百分比符號 用那個Format的方式 那個方式 我看那個光方的說明裡面 是比較不推薦 它比較推薦用Format 那只是說你要Format怎麼做 這邊的話 這個地方 記得 如果你要Format 可能要拆成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的話 就是說 你要先給格式 那格式的話 如果是取到小數點第二位 那就是一個 先一個文字 一個 等於是格式化的規則 一個公式 然後呢 前後一定雙語號 加大瓜胡 移到中間 冒號 放中間 如果你要取到小數點第二位的話 記得 冒號 點2F 點2F的話 指的就是取到小數點的第二位的意思 OK 那這個規則可能比較需要要記 你說老師 那這個我現在記起來 這個規則有沒有地方可以參考 我好像在雲端上面其實有放一個表格 就是在 我這邊是在第12頁 你們講義應該也有 如果你要取到小數點第二位就是這個 格式是 有沒有 大瓜胡 冒號 點2F 輸出結果就是這個 那如果你要前面加號的話 你這邊可以再加一個加號 如果要減號的話 這邊可以加一個減號 那如果前面要補0的話 有沒有 比如說前面我希望補幾個0 那你可以在這邊加一個什麼 冒號 0 然後一個 這個 0 一個 小於 大於2 大於2 然後這邊D D特別是沒有 D一般指的是整數 然後F的話 通常是指的是小數點 OK 然後 其他這個 可能 如果有興趣同學 可以再自己 稍微看一下 還有什麼 對齊方式 那這個Format的 這個函數其實還蠻重要的 那我們接下來 來把那個剛剛的這個 好像公式有了 那後面的話記得喔 請你在這個 雙引號後面 這個是它的 等於是 格式化的規則 後面加一個點 點下去之後的話 你打一個Format 也就是說呢 把這個格式 再給這個Format的函數 然後呢 刮鬍之後的話呢 請你把BMI放進來 BMI就是 我們需要 格式化的 這個變數 然後記得 後刮鬍再加一下 因為這邊print 本身有後刮鬍 那 他怎麼知道說 你哪些地方 要格式化 其實只要在 前面規則裡面 有大刮鬍的話 一個大刮鬍 表示一個 一個變數啦 OK 所以一個大刮鬍 那就把BMI 這個變數 放到前面的這個規則裡面 然後呢 因為他看到要點2F 所以他知道 你要把這個變數裡面 所得到的值 幫你格式化到小數點第二位 做輸出 OK 應該可以理解這個意思 只是說這個還蠻 跟之前的規則有點不太一樣 那因為 將來格式化都很容易用到Format 不過目前看起來還沒有很厲害 不過後面其實還蠻 越複雜的資料 那用Format 你會覺得 哇很厲害 因為只要給大刮鬍 所以你如果有好多個變數 需要套在一串字裡面的話 用Format 就很好用了 那目前這樣 我們來浪一下給各位看 如果格式化 到第二位 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那一樣喔 身高假設是180 Enter 然後體重假設80 Enter 得到應該是24 剛剛是一串的嘛 這一段 那我們取到小數點第二位 做輸出 你會發現得到的結果 應該是24.69 就沒錯了 那你說 那如果他取到小數點的第一位的話 那把這邊改成1就好了 EF OK 所以這個 取到小數點第幾位的話 可以用這個 那當然你說 老師那我還想要做其他格式的話 你可以參考那個 我放在講義裡面或雲端上面 雲端上是第12頁啦 這邊就有其他的 你也可以自己試試看 比如說加什麼東西 格式 他就會做其他的輸出 OK 好 那這個有點像Excel裡面的那個格式的方法 那這個做完之後 第一個 第二個step就是 那我如果想要再根據剛剛的這個 BMI 做邏輯判斷的話 那邏輯現在有六個 有沒有 六個label 我必須劃分的話 那當然 第一個 也是由上往下 所以 Inputs有了嘛 所以BMI 所以 if 空一格 bmi 18.5 冒號 然後就是 print 體重過輕 然後再來是 alif 這個 所以 其實 這個我想你們應該會寫 所以 我這個部分就先 直接拿雲端上面的這一串 直接怎麼樣 把這個 if bmi 有沒有 這個 其實 我想你們自己寫 試著寫寫看好了 因為這個其實蠻 蠻 如果剛剛會寫的話 這個應該沒問題 然後 把這個 把它 這邊 OK 那我拖欄一下 其實應該都看得懂 所以 主要是 有沒有 一副 bmi 小於 18.5 這print 就是print過輕 然後在 18.5 等號 加 and 20 以下 那就標準 所以這個是標準的 然後再來 過重 輕度肥胖 中度肥胖 那最後一個其實是 else else 除此之外 那就是 重度肥胖 OK 那我們來試一下 裡面這樣應該就有一個 大概的 輸出結果 所以 180 enter 80 這個應該是 差不多24 應該是過重吧 我看 得到enter 過重 所以 它輸出結果是24.69 過重 所以 假設說 身高 假設180的人 他如果 180 他如果 80過重的話 那所以 他減肥 他減多少 減到76 好了 enter 對 所以 減個3公斤的話 應該就 差不多 就符合標準 OK 180 76 好像有點瘦 所以 好 不過 人到中年要瘦 真的很難 OK 所以 當然 這是一個參考 參考的指標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我剛剛主要是 先做出format 所以 剛剛這個format 可能 各位可以參考一下 應該在雲端上應該也 在講義裡面應該也有這個 這個 這個格式 在這邊 這邊也有吧 我知道你們講義裡面應該也有這個format 在這邊 這邊沒寫 這邊 那format如果沒寫 你們自己就 自己 在這裡 這邊有format 在第17頁的 應該倒數的第六頁 大概第九頁的地方 有一個print 那個format 那當然 除了說用那個format之外 其實還可以用那個 所謂的用rond 如果你用rond的話 那其實 如果假設這個地方 你不要用format 那其實是可以用 另外一個方式 就是用那個rond 如果用rond的話 一樣 你把它print 那這邊的話 刮鬍之後 我們本來是輸出bmi 如果你用rond的話 如果你用rond的話 你就可以在外面加一個rond 前刮鬍 因為呢 python裡面有內建那個什麼 rond的函數 但是你要加一個參數 要豆點 第幾位 如果取到小一點第二位的話 那就豆點2 然後刮鬍一下 OK 那他也會幫我們 格式化到 這個小數點的第二位 其實 不過以理解來看 這個rond是真的是捨入 但是format的話 應該只是做格式 表面格式化 它並沒有真的 將那個變數做格式化 OK 理解是這樣 但是因為我們沒有回傳 沒有把它覆蓋過去 所以其實也不影響 只是輸出而已 OK 那你說哪一個好 其實寫出來不出錯都好 但是以這議題來看 我是建議 也可以順便記一下format 因為點format這個函數 將來呢 用到的機會還蠻大的 很重要 OK 試試看好了 那還有就是說 前面如果加這個緊緻號 表示說這一行是註解 那所謂的註解 就是說這一行 我不確定要不要刪掉 我想要先留下來 因為有的時候 你刪掉之後 你不確定說 你寫的後面的方法 是不是正確 那如果你刪掉之後呢 哇 你已經把它刪了 完蛋了 剛剛寫什麼我忘記了 那就這個 一般習慣會 在前面加一個緊緻號 先把它註解一下 那另外的話呢 有的時候 大家最好是在程式上方 也加一些註解 比如說你在想在上面 加一個 不要去 加一個 比如說 這個變數是什麼 用途 你也可以稍微說明一下 比如說我增加兩個變數 一個變數是 H 是用來輸入身高的 一個是W 用來輸入體重的 那你也可以在上面寫 寫給自己看的 因為有的時候 你怕說 將來回頭看那個程式 哇 你會看得很辛苦 對不對 那你至少 你自己寫一些註解 給自己看的話 將來回頭看 哇 你會喚起你的記憶 不然的話 你哪一天 而且你又不是每天 在寫程式的人 我剛才 你剛才 不要說三天 可能隔天就忘了 老師講了什麼 對不對 那就需要 MEMO一下 可是有時候MEMO 你如果寫在你自己的筆記裡面 還不如寫在程式裡面 所以你也可以怎麼樣 把一些註解 寫在這個裡面 OK 像我之前我上課學生就很認真 寫得快 寫一篇文章在裡面 你要把自己不懂的 通常寫在上面 你說也沒錯啊 對啊 因為他怕 這個每個人寫程式習慣不同 所以我一直強調是 你要自己找到一個方式 是你自己覺得寫程式是最舒服的方式 每個人都不一樣 但是有一點是一定很重要 就是要細心 OK 然後呢 一定要每個地方都是知道在寫什麼 因為 將來如果你每個地方 假設其中有個地方不懂 其實那個就可能是將來你寫錯的地方 那你為什麼寫錯 所以有時候我問學生說 你這地方為什麼出錯你知道嗎 他不知道 他可能那個時候就是用混過去的嘛 混過去觀念不清楚 自然而然就出錯了 像我剛剛講那個 Type Air其實常常這樣 不然就是縮牌 有沒有 常常那個縮牌沒縮 有沒有 縮牌如果假設這個地方沒有縮牌 你一run的話 其實沒run他馬上就出現錯誤啦 所以你沒run 他蠻敏感的 馬上就知道說 這個地方是有問題 可是如果你養成好習慣喔 寫程式好像就跟你講話一樣嘛 所以有的人講話就是這樣的很流暢 然後就是好像講的都比較不會有太多的罪詞 然後也不會講錯話 這個有時候是訓練啦 有沒有訓練來的 不是說你馬上就可以講得很流暢 不然的話你可能要透過後製 我發現現在網紅的東西要後製 把一些那個話都把它剪掉 剪得好像講得很快 那因為我沒辦法後製 所以我只能靠訓練 所以像我現在講 我一定要講得很 所以有時候講太快 各位有點包含 因為可能我那個tempo 有時候看太多其他youtuber 所以會好像會覺得這樣講話 好像是大家喜歡的 可是我是怕說有時候會講太快 如果太快的話可以再跟我講一下 好 那這個地方應該結果就可以看到 有沒有 這個23.46 然後標準 但是一樣的問題 我希望請你在前面幫我加一個敘述 因為23.46是什麼 它是BMI 所以如果我假設希望前面一個敘述 而不是只是說這兩個這什麼東西啊 我希望 因為這樣你要輸出一定是一個完整敘述給人家看 人家才看得懂 我們又不是機器 機器看那個都OK啦 我們是要完整敘述 我們是人 人的話是要完整敘述 可是問題來了 該如何讓這個敘述可以完成 所以喔 得到的結果應該是長這樣 你們想想看 有沒有 就是類似像 第11頁的這樣 BMI 有沒有 冒號 那BMI前後呢 我要故意 在前後加上雙語 跟剛剛一樣那個 然後這邊要換行 然後加平語 冒號 加個過重 所以等於是 喔 這個地方就是 在這個前面加這個東西 這個是要加的 還有這個是要加的 那放行好像本來就放行 所以是不是有沒有什麼方式啊 那當然我們一步一步來啊 你們可以猜猜看嘛 所以這個前面這一段應該是比較簡單的 加的話應該是加在哪裡呢 應該是加在 應該是加在 如果你用Round的話 有Round的做法 我們把它用Formax好了 我們用Formax來改 因為我講義裡面好像用Formax 所以我們用Formax的方式 這邊的話 這個 那首先的話呢 如果用Formax 跟各位講 Formax除了格式化之外 它其實是可以把文字也加進去 也就是說呢 它的公式 跟它的這個 這個 規則 可以混在一起 所以我如果加bmi 冒號 bmi 冒號 ok 如果這樣執行的話 你可以看一下 執行升高180 Enter 然後 80 Enter 這個會 bmi 冒號出現 雙引號 還記得 反斜線 雙引號 但是它會多一個 反斜線 雙引號 它已經有換行 可是過重前面的 評語怎麼辦 其實當然 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在這個 評語 評語 冒號 評語 冒號 可是喔 如果這樣來做的話 理論上你要必須 每個地方都要評語 變成說你要評語 然後冒號 一個對不對 那底下變成說 你要把它Ctrl C C Ctrl V 每個每個都要加評語 其實也沒有不可以啦 只是說依照寫程式的習慣 我每次看到這種重複的動作 我就會想要把它改成不要重複的動作 可是你如果不要改重複的動作的話 那勢必你就要改變 改變什麼呢 如果我不放這裡 那我理論上應該可以放哪裡 其實你可以放在這個Format的這個後面 有沒有 因為Format這個實際上指的就是什麼 把它執行一下 實際上指的就是這個輸出的結果 就是 就是 有沒有 輸出的地方有沒有 評語應該在這邊 但問題來了 我希望 假如我把它放在這個尾巴這裡的話 評語好了 比如說評語 評語冒號 把它放在哪裡 它在尾巴的話 那問題它就沒有換行了 有沒有 有沒有 那怎麼辦 你說啊沒關係 我知道換行 反斜線N不就好 但問題它得到的結果 它會變成換行 評語冒號 然後再換行過重 有沒有 所以執行的話 最後得到的結果應該是 這邊會得到180 然後 好像已經很接近了 有沒有 BMI冒號 然後 評語冒號 過重 欸 可是問題來了 你想說 那不對啊 這個過重應該放在上面 為什麼它給我換行呢 其實它之所以有換行 最大的原因是因為 這個Print本身 因為這個Print 它尾巴一定會加一個換行 因為它只要什麼什麼 Print的意思是說 它輸出完就換行 所以Print本身 一定會多帶一個換行 所以如果假設 我不要讓它Print換行的話 那必須要加一個參數 加在哪裡呢 加在Print的這個刮鬍 尾巴這個 後刮鬍這邊加一個痘點 痘點是說要加第二個參數 然後把尾巴的那個換行清除掉 尾巴就是END 等於等於的地方 END是一個參數 把它清除 清除的話呢 程式裡面常用這兩個雙號 清除文字的話 就是兩個雙號 這個叫清除文字的意思 OK 那這個意思是把尾巴的換行拿掉 我們來執行給各位看 所以這個做完的話 180 然後80 Enter 這個 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結果 就剛剛把頻語冒號 後面就自動串一個過重了 所以喔 你會發現 Format這個時候就蠻好用的 為什麼 因為它可以怎麼樣 可以把這些東西全部串在一起 所以 有沒有 也就如果沒有Format 那這個可能就沒這麼方便 我剛剛加的東西 我再回顧一下 一 在那個大瓜虎的前面這邊 加上BMI 有沒有 然後加兩個雙引號進來 這第一個 第一個step 這可能要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在這邊尾巴加一個頻語冒號 在頻語冒號前面加一個換行 因為前面必須有一個換行 反斜線N 然後為了去掉那個頻語的這個print 前面這個print本身的換行 所以在它的尾巴加一個參數 叫END等於清除 意思就是把尾巴那個換行的清除拿掉 OK 那就會完成我們這個格式 這樣其實有點複雜 但是 如果你不用Format可能會更複雜 請各位試試看好了 所以最終的結果 就是可以得到那個 我們這個在雲丹白板或你們講義的第11頁裡面 這個 就是 剛剛這一串 OK 試一下看看 所以 比較難的應該是 加了這些東西 這個 你知道尾巴會通常用在什麼情況 因為像如果這樣照剛剛說的 不是要放的話 如果你要精算它後面有什麼 就不見了是不是就會在旁邊 Format就格式化 比如說我要想要取資料 你要想要輸出的結果長什麼樣子 就是用Format 至於說那個你要精算的結果 那跟格式 怎麼講 你如果要存回去的話 那基本上你就不能用那個Format 因為Format 基本上如果你要反 它基本上不會 它只是改變格式 所以如果你要取到 它小數點第二位 你可能要Rub的 OK 所以用個時機可能不太一樣 所以意思是不會適捨無錄的意思 它 以它的這個 它的這個 它會適捨無錄 它會適捨無錄只是說它適捨無錄是表面上的結果 對 如果以那個 它這個函數本質來看 它是 對表面上的結果 對表面上的結果 老師那個M的後面是 任何東西都會被去除嗎 你是說只是去除最後一個的 只是去除最後一個那個東西 對 所以它這個意思如果在這邊的話 指的就是說 不要換行 對 所以如果你只要看到Print的尾巴有這個參數的話 那意思就是說 把尾巴的換行拿掉的意思 OK 這邊是比較特殊一點 OK 那其他的話大概就跟剛剛差不了多少 只是這個邏輯又更複雜 這等於是總共會有六種邏輯 那當然未來這個程式如果再加回圈的話 甚至如果可以 假設我們有很多組的身高體重 你也可以把資料讀進來 然後分別篩到H跟W裡面 然後最後再把那個什麼 它的BMI跟它的評語得到之後 再把它篩回去到 看是資料庫也好 或是Excel也好 有沒有 就是可以讀進來 然後跑跑跑完之後 把結果給再寫出去 OK 所以 後面當然我們會再慢慢學那個回圈 有沒有 然後再來就是把資料讀進來 讀的話當然你可以很多形式 可能是檔案 可能是Excel 可能是資料庫 有沒有 可能是網路上的資料 讀進來之後 然後計算結果完之後 也要寫入 寫入到哪裡比較OK 你也可以寫到檔案 也可以寫到Excel 也可以寫到資料庫 反正就存起來就對了 這樣的話 就可以很方便我們處理很多的事情 你可以把 當然中間會經過一些運算 可能就是你們的一些 需要的公式或演算法 得到的結果 把它記錄下來 OK 所以這個請各位試試看 這個應該最難的我在想 應該是這個Format Format應該是最複雜的 只是說 我特別講的是 因為未來很常會用到 我覺得很多地方 如果你不會用Format 在處理相對複雜的資料的時候 真的一定會發生問題 那Format裡面 它不是只能放一個變數 將來你還可以放多個變數 比如說你格式裡面 只要多好幾個大瓜糊 你可以後面再多 就是前面有幾個大瓜糊 後面就可以有幾個變數 然後分別可以把它套用在前面的規則 這個後面我們再看好了 因為這個蠻重要的 將來一定還會再遇到 試一下這個BMI的練習